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局部麻醉的一些方法 局部麻醉方法 第一个是表面麻醉 这些都是局部麻醉的方法 都是我们熟悉的内容 都是我们熟悉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表面麻醉 表麻 那将渗透性比较强的这个局麻 要与局部粘膜接触 那这个渗透的作用 穿透了这个粘膜 作用在神经末梢了 那就产生了局麻 产生局麻 就表面麻醉 表面麻醉 你看用于眼科的耳鼻喉科的气管尿道的 这个前表的手术 内镜的手术 都用的局麻 你看咱做背镜子 给你喷这个药 喷那个药 喷那个嗓 作用在嗓子这就是局麻药 对吧 就是局麻药 或者你含着那个药 让你含着利多卡因胶浆 是吧 让你含着 让徐徐的下咽 徐徐的下咽 就是过这个嗓子的时候 让你慢慢咽 就是把这个嗓子 这个地方麻醉了 就是起的都是一个表面麻醉的作用 对吧 就是用这个渗透性 特别强的这个局麻药 然后跟黏膜接触 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把神经组织住了 然后起到了一个局麻的作用 对吧 这个肌理概念就要掌握 适应症要掌握 耳鼻喉科的 眼科的 气管的 尿道的这些部位的前表 或者是手术 或者是内镜检查手术 这要掌握一下 表面麻醉 那常用表面麻醉和麻醉方法 眼部滴进去就行了 黏膜的这个呢 是用什么 棉片 请要天夫 天夫 做手术 鼻黏膜的 就是把这个棉球 有个棉球 里面有一些麻药 给你塞在里面 等着 耳鼻喉和气管精的 喷雾 喷一下 喷一下 环甲膜 穿刺给药 或者是尿道内 注入药物 就是那个里面的麻醉 麻醉 这些都是一个 就是用这个渗透性强的 这个麻药和你黏膜 直接的接触了 因为它的渗透渗透进去了 把神经组织住了 所以就是方法 眼内可以低 鼻黏膜可以塞 可以塞 气管可以 就是气管精可以喷 可以喷 也可以注射 也可以灌入 都可以 只要这个 目的就是这个药 你和这个 和这个黏膜 接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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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起到麻醉作用 就OK了 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方法 那第二个呢 是局部寝润麻醉 局部寝润麻醉 它的概念 什么叫局部寝润麻醉 是沿着手术这个切口 沿着手术切口 手术切口线 分层注射 局麻药 组织中的神经 末伤成为局部寝润麻醉 你划一口子 你划一口子 划一口子 其实用的就是局部寝润麻醉 就是沿着这部切口 手术有切口线 一层一层的打麻药 让它把麻药 这一层一层的里面的神经 神经末伤给组织住了 就是局部寝润麻醉 你看像提表手术 介入检查的一些麻醉 介入检查麻醉 都是用的是局部寝润麻醉 局部寝润麻醉 你介入的时候 你要从大腿跟着这样 下一个导管 导管 你就是这个地方 你肯定是要麻醉的吧 你不能弄插进去吧 肯定要麻醉的 所以这用局部寝润麻醉的方法 方法 就包括提表刚刚说的 你做个小粉瘤 有粉瘤 你要切下来 切下来以后 你要切刀啊 切刀你肯定要麻醉啊 麻醉就是局部寝润麻醉 那局部寝润麻醉 你要划好这个手术线 划手线 然后周围寝润 那叫局部寝润麻醉 和分层 逐层的给它注入麻醉药 让它逐层的 把这个神经末上组织住 叫局部寝润 那区域组织麻醉 那什么叫区域组织麻醉呢 区域 区域 怎么着 看围绕着手术区的四周 手术区的四周 和底部注射麻药 组织进入手术区的神经干和神经末梢 主要是优点在于什么 避免穿刺 避免穿刺病理组织 主要优点在于在这 在手术区的这四周 四周 还有底部注射麻药 让它也是一样道理 组织进入神 这里面手术区域的神经干和神经末梢 优点 主要优点在于避免穿刺病理组织 实际症 门诊的小手术 以及健康状况差的虚弱病人 或者是高龄病人 高龄病人 比如说你看这个 这个一个善修补术 善修补术 善修补术 你看这有 恰辅下神经 恰辅五沟神经 和生殖骨神经 这些都是神经 你可以用来这组织 这一扎针组织 组织的是这一组神经 那这块有神经呢 用它扎的 扎的是组织这个神经 你会这样的话 就尝着神经干和神经末梢的一个传入 传入就使它神经 这局部产生了麻醉作用 门诊的一些小手术 门诊的小手术 或者是一般不允许其他 就是不允许用其他手术方式的 就是这些人群 就是虚弱的人群 高龄的人群 耐受不了那种 那种大麻醉的 就是全身麻醉的这种 你一般用局部 寝触麻醉 局部的一个区域组织麻醉了 区域组织麻醉了 这就是区域组织 第四呢 咱们看静脉局部麻醉 静脉也可以局部 那咱们指一下 静脉局部麻醉是什么意思 静脉局部麻醉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在肢体上 你扎了一个止血带 在肢体上截扎止血带以后 这静脉再注入局麻药 那使止血带远端的肢体 得到麻醉的方法 你这块想麻醉 你把这块进心的扎一止血带 然后静脉你打那个什么 可以打这个局麻药 那就这个血盘也没有通 就止血带远端 肢体得到麻醉 这由于受止血带摘扎时间的限制 所以只能用于什么 四肢肘或者膝肘关节 或者膝关节以下 1到1.5小时之内的短小手术 因为它截扎你不能总这么扎着 总之它血不循环了 那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你就是手术 你预计这个手术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以内 一个小时以内 在这个地方呢 手的或者是脚的 这些小手术你可以用 用这个止血带结扎 用静脉的一个麻醉方法 麻醉方法它是远端的这个局部 得到了麻醉 麻醉适应症必须要掌握 只适用于四肢肘以下 吸以下一到1.5小时之内的短手术 用的是局部麻醉 这个静脉局部麻醉方法 这个要掌握 是止血带 直接扎一个止血带 止血带以后 用静脉注入 它止血带一晚端的这个直体 出现麻醉 出现麻痹了 麻痹了以后你就去做手术 主要是四肢远端的 短时间的小手术 用静脉的 第五呢 神经干或神经丛组织麻醉 神经干或神经丛的组织麻醉 它的传导组织或者传导麻醉 是将麻醉要打到哪儿 注射至神经干 神经干的旁边了 可逆性组织神经的传导功能 达到手术无痛的方法 静从 必从 你直接扎的话 直接什么 直接扎到这个必从 就是你得扎到哪儿 扎到神经干的旁边 因为必须有接触嘛 咱们就说局麻药 你得有时间 你得有浓度 都有接触 所以你得打到神经干的旁边 它这个神经走行的时候 整个它神经干 因为它后面会有很多神经从 这神经从整个都会麻痹 麻痹 可逆性的组织神经的传导功能 达到手术无痛方法 这是一个神经干或神经从的一个麻醉 麻醉这些方法 五种 一个表面麻醉 表面麻醉 局部寝润麻醉 区域组织麻醉 静脉局部麻醉 还有神经干 神经从组织 组织 这五个局部麻醉的方法 每一个方法 就什么叫这个方法 就是它的概念和它的适应症 都是要掌握 都是要掌握的 我们看注意事项 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神经组织是一个盲碳性操作 盲碳性操作 所以必须病人的清醒 你做必从或静从 必须病人要清醒合作 能够说出哪不舒服 或者是哪块感觉有问题了 你应该有能够说出易感 并且能够辨别易感放射的方向 你一扎 哎呀这胳膊手 这手手是吧 麻 那就是你这样扎 对了 你得说出来聊 你说不出来不行 必须神智清楚 操作者呢 当然咱们也得熟悉解剖定位 要求准确 清晓 多种入路和方法中 采取的是简便易行的那个方法 如果穿刺点附近有感染 有肿瘤有畸形 你需要变换入路 所以有多种入路 你肯定选择那最好的方法 当然你这个最好的方法 有被感染的地方 有被肿瘤挡着的地方 那你就选择另一个 另一个 神经刺激器与传统的成功标志 咱们要再说 那看这个就是你用刚刚说的神经组织 用神经组织 神经干或神经从的一个组织 组织 那你就一个呢 要了解它的解剖结构 对吧 所以咱们买的医生 必须要了解它的解剖结构 简单要快解 要准确 而病人呢 必须要求什么 要求清醒 要求清醒合作 必须能够准确地说出 你打完以后 打上的时候有什么异样 异样感觉 异样感觉之后 放散在哪 必须要要求这样 就是它有个要求 要求这个必须要掌握 那不能说 这个病人神志不清楚 你可以打必从打进从 这肯定不行 他都自己都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都不知道哪不舒服 哪不舒服 哪块有异常 他自己都没有感觉 这个肯定不行 这肯定不行 只要这个注意事项 大体要知道一下 大体要知道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麻对钱的准备 麻对钱的准备 那病人情况 那根据病人的精神状态 手术范围和时间 决定是否采用神经阻止 或者是阻止的方法 那种方法 就是刚刚说 你必须病人神志清楚 能够配合你 能够完全配合 能够说出来 哪不舒服 哪不舒服 哪块有异常 感觉 说这些呢 这病人状态 而病人呢 他也能 就是没有那种焦虑 他也能够完全配合 心态还好 术前呢 咱们可能要仿视 那病人解释 我给你用这个方法 它的特点是什么 你可能会感觉到麻 感觉到麻 哪块会麻 哪块是麻 你会及时说出来 当时我们需要给你 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就是你自己的手啊 会抬到哪啊 这些体位是什么样子的 你需要合作的方法 合作的内容 就是你告知我 哪块有异常的感觉 一样感觉 病人就会有一个 心理上的暗示了 就知道当明天 我去做手术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胳膊 什么样的情况啊 然后呢 病人带不过 扎了以后 我会有什么样感觉呀 这些他就有心理准备 那熟悉病史和必要的体检 注意病人躯体上 与穿刺有关的解剖结构 做到心理有数 因为每个人 尽管他们都学人体解剖 是吧 都学解剖 我们大体都知道 这个解剖结构 大体是什么 但是每一个人 他总归有一定的 小小的变异 大家具体要看一下 这个病人 叫你当时的手术的一个范围 术眼的范围 有没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有感染 有真的有肿瘤 有肿瘤 哪怕是一个小的神经窍瘤 或者是哪怕一个 一个脂肪瘤 它有可能就会挡住 挡住是吧 这个你要 心里要知道 你怎么样去做它 怎么样哪个入路 是吧 术前用药 包括足够的镇静药 镇痛药 但是不能什么 过量 要保持病人清醒 就是他 因为他谁做手术 谁不紧张啊 包括你我在那做手术 也都紧张 都紧张 这不紧张都是假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 要让病人保持清醒 但是呢 还能够配合你 所以你不能说 一推着安定上 过去睡过去了 睡过去睡醒 你家说完手术 这个不行 所以疼的话 肯定要镇痛 这样适当地 应用一些镇静药物 让病人呢 就是还是保持清醒 他能够顺确地说出 他的不适 准确说出 他的一个感觉 异常的地方 能够顺确说出来还行 但是呢 又不让他太焦虑 太紧张 太紧张 这个叫就是把握度 咱们还是应该会把握的 所以就是术前准备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 就病人的整个准备情况 是吧 好我们看 静从组织 这是我们的掌握内容 这是我们掌握内容 静从组织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静从的解剖 静从解剖 咱们知道 就每一个 其实我们的麻醉师 其实应该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他对解剖结构了如指掌 了如指掌 因为他必须得懂解剖 你才能知道 怎么去麻醉 怎么去回避那些 敏感的神经 应该怎么去组织那些 相应的神经 说这些很神奇的 是吧 大家看一下静从的解剖 由静一到静四的 静一到静四 静一到静四 静一到静四高位颈端 是吧 静一到静四的 这几续的几神经前肢组成 静一以运动神经为主 静二到静四 它的神经后根才是感觉 才是以感觉神经了 浅肢 由经过胸锁乳吐鸡后缘 后缘终点穿出 形成四个分支 枕小神经 耳大神经 还有呢 颈横神经 锁骨上神经 锁骨上神经 颈身之多分布于颈前 颈前及颈侧方的 深层组织中 组织中 它就会分出 这是这么多 就是它 浅肢嘛 就是它会由静一到静四 所组成 静二到静四 是有感觉的 叫它神经后根 就是以感觉为主了 感觉中 它会分出四支 枕小神经 在这边 耳大神经 耳大神经 包括颈横神经 和锁骨上神经 分出这几支 分出这几支 然后呢 深支浅支 深支呢 都分布在颈前和颈侧方的 一个组织里面了 浅支是比较浅的 所以你要说 哎呀这边头疼 头疼一摁就疼 因为疼 这就是一个 枕小神经的问题 枕小神经的问题 这个地方呢 耳大神经的问题 比较表浅 深层呢就在里面 就肌肉里面了 肌肉里面了 那这是颈从皮脂分布 颈从皮脂分布 你看这是枕大神经 那些胸索乳兔肌 这是肌肉 这它在表浅上 表浅上 这是耳大神经 这是枕小神经 枕小神经 刚刚说的这几个神经 这几个神经 都在这比较表浅的位置 在这浅表 那深神经在里面了 在里面了 那我看一下 那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 颈部比较表浅的 和比较脚深部位的手术 如甲胀线 大部分切除术 和颈部大块组织清除术 那禁忌症呢 难以保持上呼一道通畅的 和双色颈 深层组织 都不能用 都不能用 就是你呼吸道 你就有组织的 比如特别大的一个 颈甲胀线 把这个呼一道 就把这个气管给压住了 你引起呼一困难了 这时候 尽管你是一个甲胀线 你说我们可以做 就这个静从 但是这种情况下 也不能做 也不能做 还有双侧颈身从组织 双侧组织的话 你会引起呼吸抑制 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所以适应症 就是颈部表浅的 和脚深的手术 比如说甲胀线的胸 甲胀线大部分切除术 和颈部大块组织 清除术 清除术 咱们看一下定位 定人需要仰卧位 去诊仰卧位 头偏向对侧 胸侧主肃肌 后缘 胸侧主肃肌 你看你一歪脖子 你一歪脖子 这胸侧主肌露出来 胸侧主肌 后缘终点 就是你的穿刺点 穿刺点 进针 垂直进针 就你要垂直进去以后 你会有一种落空感 就进的时候 有一定阻力 框一脚 阻力没有了 就落空感 就表示针尖 就穿透了这个肌膜 那这时候你将菊麻药液注入到肌膜一下 也可以在胸侧乳兔肌前表 向乳兔 锁骨和颈前方向 做寝润麻醉 以组织你刚刚说的 枕脚 枕脚神经 耳大神经 颈前和锁骨上神经 这四个标浅的神经 让你组织住 就垂直进针 进针有落空感 以后就说明你 咱们当然在胸刺乳兔肌后腰终点进 垂直进针以后 有落空感 说明到达了一个穿透了这个肌膜 然后你就打药 就可以了 或者是一边 一边就是像这个乳兔 锁骨和颈前 颈前这几个方向 分别的什么 分别寝润麻醉 也可以把诊小耳大 这几个表现神经组织 这病人的体位的问题 病人是仰卧头偏向对侧 胸刺乳兔肌终点连线 连线在是第四颈椎横突的位置 第四颈椎横突的位置 乳兔肌下方1到1.5厘米处 是第二颈椎横突 二到四横突之间为第三 第三就是你定位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定位 你说胸刺乳兔肌中央后 中央那个后缘的终点 你说是可以 但你得定位 对吧定位 你看这胸刺乳兔肌 是锁骨终点 锁骨终点 乳兔肌和锁骨终点 锁骨终点 它是连线终点 是第四 然后你从这第四 柔突间下方1点是第2 2跟4之间是第3 你看这样你找出 它在良好的一个位置 你才能 在二三四颈椎横突点 分别进行神经组织 分别进行 分别注入聚麻药 3到4毫升 4毫升 就是你要找对位置 找到位置 偏向对侧了以后 你这些胸刺乳兔肌 是你爆出出来了 你要找对你的乳兔肌的位置 乳兔肌的位置往下点 1到1.5厘米处 是第2 然后它是终点 这是锁骨终点 连线 锁骨终点连线的终点 这个地方是第4 那是第2找的 第4找的 第3也找出了 对吧 第3找的 那这2三四你都找出了以后 那2三四这个横凸分别进行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打点药 打点药 3到4毫升 是吧 那这时候就把这个 刚刚说的那几个地方都组织住了 用真小神经 耳大神经 等这些神经组织住了 那改良后的呢 是以锦骨横凸 所以串刺点 直接进去以后 直接打10到15毫升 不用说一打一打 打好几个地方了 直接从锦骨 锦骨刚说的这个重点 锦骨直接串进去 打10到15毫升 打10到15毫升 这时候你就把这个 改良的方法就组织住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的并发症 并发症 那可以 那这个神经 从的这个组织 并发症还是有的 一个是将药液 你打入硬膜外 硬膜外间隙 后猪脑膜下枪了 你打到这里面去了 那可以引起 全脊麻的麻烦了 是吧 菊麻药的毒性反应 就刚刚前面讲的 中枢神经系统的 或者是心血管系统的 是吧 还有隔神经组织 喉反神经组织 霍纳综合症 以及 追动脉损伤 引起的血种 追动脉损伤 引起血种 这是 它的并发症 并发症 就是 一个是你把药液 直接 什么 打到猪脑膜下枪里面去了 猪脑膜下枪 或者是硬膜外 硬膜外枪系了 你形成硬膜外 硬膜外的麻醉 或者是 猪脑膜下枪 引起腰麻 这个都 就全脊麻 这个麻烦了 对吧 包括 它本身那个 毒性反应 包括你可能 组织的不正确 组织隔神经 或者猴反神经 引起一些腔壳 引起腔壳 引起 双侧的话 引起呼吸困难 荒纳综合症 是什么 铜侧的 铜侧 因为你组织住了 颈胶杆干了 颈胶杆 所以引起 铜侧的面部的五汗 瞳孔会缩小 瞳孔会缩小 然后呢 眼球会内线 眼球会内线 像眼睛会下垂 就像这种情况了 荒纳综合症 把颈胶杆干给组织住了 当然了 你如果把 追动脉给蹭破了 蹭破了 流血了 那就已经血肿 对吧 所以这些并发症 净从组织的并发症 要掌握 要掌握 要知道都是有哪些 并发症 这些并发症 有的是致命的 你打得重要相像 或者打得 打得一模外 一模外间隙的话 有可能会致命 有可能会致命 这都是很危险的 那侯反神经 如果反了一次 你可能 可能 就是侯反神一侧 你可能是 就是一个声音嘶哑 声音嘶哑 吞下困难 那要是 两侧都组织住了 那就麻烦了 麻烦都已经 呼吸困难了 这都是一些 应该说是 很危险的并发症了 很危险的并发症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臂从组织 臂从组织 全称是臂神经从组织 是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 臂从的解剖 刚刚他们讲 静从咱们先讲解剖 必须先了解解剖 结构 之后它位置在哪 你才能进行 相关的麻醉 对吧 那不知道在哪怎么办 对吧 所以必须要 只要解剖 必从神经 它在哪啊 主要是由 静五到静八 静一到静四是 静从 静五到静八 就是还有胸一 就是必从了 必从 它也是由 己神经的前肢 发出来的 像是 有时有静四 有时有胸二 前肢也有份参与 但主要你要记得就是 主要记得 静一到静四 就是参加的就是必从 参加的是静从 而静五到静八 就是必从 必从 这个OK 治疗神经 适应症 它主要适用于什么 上肢的 和肩关节的手术 和上肢 关节腹位数 腹位数 你这个关节脱位了 肩关节脱位了 是吧 你可以先打个必从 必从 让它这个肌肉 别那么紧张 别那么疼痛 疼痛 好歹我们赶紧复位 用脚蹬法 给复位 所以呢它适应症 就是上肢的 和肩关节的手术 以及上肢关节腹位数 腹位数 适应症要知道 解剖 解剖 静五到静八胸一 这个要指着 掌握 第二个适应症 要掌握 这都是一个掌握内容 本身 必从和静从的组织 都是掌握内容 对吧 都是掌握内容 这要知道 这是必从解剖 是一图 要记得 大家看看 这是有上干 中干和下干 上干 中干和下干 它组成 就因为它是从这个 发出来的 是静五 静六 静七 静八 这种发出来 包括胸一 也参与到其中 这样大家从上中下干 然后组成了什么 组成了有一些树 有后树 有外侧树等等 这些树 然后往下分 往下分 因为它本身这几个干 有的合在一起 就往下走 往下走 形成这个树 那个树 有后树 外侧树等等 等等 这些树 包括一个后骨等等 它会往下分 就变成了夜神经 夜神经 包括鸡皮神经 再往下有什么 脑神经 齿神经 正宗神经 都往下分 就分出来了 分出来了 所以你组织 是组织在这个地方 组织在这个地方 是吧 你把干组织住了 这是壁从神经 分支 在皮肤上的分布 分布 那静四 它在整个就是这个地方 三脚肌的位置 然后夜神经 分布在前面 分布在前面 那胸二 在后面一点点 后面一点点 这个是上臂的内侧皮神经 皮神经 这个地方是脑神经 离齿外脑 所以脑神经在外面 齿神经在里面 齿神经 这是一个前臂外侧皮神经 皮神经 齿神经 这是前臂外的皮神经 这也是 这是脑神经 一直到虎口这个位置 都是脑神经 在这侧面 翻过来呢 也是在这 也在这一个半手指 一个半手指 是吧 后面的齿神经 是在这 在这 一个半手指 后面呢 这两个手指 应该说是两个半手指 两个半手指 都是正中神经支配的 正中神经支配的 两个半手指 这个手指是脑神经 翻过来也是脑神经 翻过来也是脑神经 但是翻过来脑神经 是这边就是 就不是一根了 这是几个 一个两个半 对吧 两个半 那这边两个半呢 就是齿神经 那就是齿神经 所以神经它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齿神经这边呢 就是一个半 这边是两个半 脑神经呢 这边一个 这边两个半 两个半 那这正中神经 是在这边 支配这两个 支配这两个 所以每个神经 支配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 我们知道它整个的 就解剖结构 解剖结构 那它组织方法呢 包括肌肩钩的组织法 包括夜路组织法 锁骨上组织法 和锁骨下血管旁组织法 等等 那就是你夹的一个地方 不一样 不一样是吧 你看这是凶色乳突肌吧 这是中斜角肌 这是前斜角肌 以及包括下面 锁骨下动脉 所以你夹的一个位置不一样 不一样 你组织的方法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咱们看第一个 就是肌肩钩组织法 肌肩钩组织法呢 你首先 首先要知道就是成功 就如果你定位的准确 定位准确 那你出现这个 溢吐感 就溢感 出现的这个 就是你定位准确以后 你组织的这个成功率 就比较高 那如果出现你 扎到骨头上了 或者扎到其他地方了 那病人就 有不舒服的表现 是吧 不一样 那这个肌肩钩组织方法 组织方法 那它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容易把握 对于肥胖的和不易合作的小儿 比较合适 对于小容量 局部麻药 就可以直接组织 组织上臂和肩部了 而且你离得比较远嘛 你要比较远 它就不容易引起气胸 那缺点呢 缺点 因为它比较靠上的肌肩钩 所以呢 对于神经的组织 起效比较慢 比较慢 容易因为它靠近这个地方 所以呢 容易损伤 注意动脉 容易损伤注意动脉 误入主要么下腔 或者一模外的间隙 不宜同时 两边都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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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是经济症 那么他们一切说了 是吧 低位肌肩钩法 可以刺破胸膜 产生气胸 也可以引起 呼让综合症 也可以导致 喉反神经的损伤 那这是一个 就是必从损伤的时候 引起的一些 肌肩钩 一个方法 引起的一些缺点 缺点就是它有不足的地方 优点呢 就是对于小儿和肥胖的 尤其是肥胖的小儿 是吧 更加适用 更加适用 而且量比较小 就能够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组织的作用 组织的作用 但是它毕竟 还是一个菊麻药 毕竟还是有一个 一个寝助性的 一个创伤性的 一个操作 还是会引起 一定的副作用的 对吧 会引起一定的 不良反应的 并发症的 就是这儿 使神经组织的 比较慢 容易损伤 容易引起 就是跟 净从是一样的 容易到 中央下降 容易导致 硬门外间隙 不能两侧 同时可以引起活纳 等等这些 那锁骨上组织法呢 锁骨上组织法 在这个地方 所以气胸发症率特别高 目前基本上不用了 咱们也不用记了 第二呢 是夜路 夜路必从组织法 夜路必从织法 它是这样 这样带来 夜路必从 是举手状 举手状 这时候你可以在 现在夜窝处 到摸到一个夜动脉 夜动脉的一个波动 然后沿着这个动脉走 向上 触及 胸大肌 胸大肌下缘 夜动脉波动 都没有了 这个地方 然后略向下去 动脉波动 最高点 为穿辞点 有定位的问题 定位的 你这样的一个举手状 举手状 然后你在夜窝里 你都摸 摸到夜动脉 咕咚咕咚 那样波动 然后沿着动脉 往上走 摸到胸大肌 胸大肌下缘 然后有夜动脉 那块没有了 然后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一点 然后就那个动脉 波动最好的地方 就是穿辞点 进针 是与动脉 呈多少度 二十度的夹角 不是垂直 是斜了一点 斜了一点 这么进针 直到出现 漏空感 漏空感 就表现针尖 已经到哪了 刺入了 颈部 夜部的血管神经 翘 然后这时候 你开始 打开针头 然后针 能够跟着 这个波动 因为有动脉 在一蹦一动 那就这么什么 你进到这个 夜翘了 进入夜翘里头了 就是你这个 要有技术比较高了 比较高 因为你要往里头垂直 就是往斜着 跟你要摸到 动脉波动最高那点 你要斜着进针 斜着进针 成二十度的一个进针 进针 进针以后 你感觉漏空感比较强 然后你把那个针 那个拔一下 把针尖 把针头拔一下 你可以看到 它在动 那针被你进去了 进去了 一个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一个是你会搏动 是吧 针随着夜动脉的搏动 而摆动 回抽还没有血 注入药了以后 呈缩形扩散 病人感觉上肢麻了 上肢尤其是前臂 抬不起来了 抬不起来 血管表面扩张 这是你成功标志要掌握 就是你通过夜路避从组织 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夜路避从组织 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一个是 你要拔出那个针头来 是吧 你看见那个咚咚咚在跳 在跳 而且你要回首也没有血 没有血 这个肯定是 你证明你打 位置肯定对了 是吧 然后你打药 打了药以后 它成缩形的一个扩散 上肢麻了 抬不起来了 抬不起来了 表面血管会扩张 这就是成功了 成功了 它优点什么 比较容易组织 因为位置比较远 肯定不会引起气胸 也不会组织隔神经 也不会组织迷走神经 后反神经 都离得比较远 组织不了 也不打到中耳下腔 也不会进入 硬抹外前期 因为它离得都比较远 是吧 这就是它的优点 优点容易组织 不引起气胸 也不能打到中耳下腔 也不能到硬抹外前期 也不会引起气胸 也不会组织隔神经 不会导致后反神经损伤 都不会 离得毕竟比较远 确准什么呢 上肢外展困难 或者液窝有感染的 有肿瘤的 有骨折的 你不能用这个 这个抬起来 那就做不了 对吧 菊麻要毒性反应 发生率比较高 因为毕竟它是在 大血管的周围 大血管周围 反应毒性反应 跟血管收缩吸收了 比较高 上肢组织效果差 而且脑神经组织 可能更差 尽管它有优点 就是你看定位非常准确 准确 那用药比较少 你很快就可以组织 组织这个 上臂都可以麻 都可以抬困难 这都可以 但是 不能操作这个的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毒性反应 肯定发生率高 因为它就在 大血管周围 而且组织效果也会差 也会差 那么看第四个 是锁骨下血管旁 组织法 锁骨下血管了 那因为仍有气球的可能 而且呢 穿刺是 如果没有异常感觉 失败率可以达到50% 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不经常用的 因为锁骨下血管的嘛 就在肺尖这块地边 所以容易扎破的 引起气胸 所以现在一般也不用 也不用了 所以咱们也不用特别记 也不用特别记 那并发症 看几个 因为咱们前面讲 静虫 臂虫 其实都有并发症 第一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不管静虫 你可能扎 扎也可能会引起 臂虫 也可以引起气胸 那咱们看第一个就气胸 一般的话 如果在锁骨上的这个方法 引起气胸 几率比较高一点 是吧 因为穿刺针 方向不对 你扎得过深了 直接扎到肺间上了 那就会引起 引气胸 是吧 引气胸 穿刺时 或者病人 使劲的咳嗦 使这个肺夹 光机都充气了 充气了 那你正好刺破了 刺破了 这个气都漏到胸膜下 就引起气胸 这些气胸的发展非常缓慢 数小时之后 病人才会有症状 一般用胸向 必是引流术 或者是给它气 给抽出来 就OK了 因为它就像一个针头 在多么点 多么点 所以扎破了以后 它可能就是一个小负 小负 所以也就是个 闭合性气胸 可能就 病人可能就不一定 有特别大的症状 特别大的症状 出血和血肿 因为本身都是 因为不管你是 避从还是静从 它都是跟血管并行的 所以你有可能会 刺破血管 各种境路 均有可能刺破 颈内动脉 颈外 颈内静脉 颈外 颈脉 锁骨下动脉 以及液动脉等等 包括椎动脉 都有可能会把血管给碰着 碰上就引起血 出血 出血因为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拥有一些致命的组织 都会引起血肿 出血肿 如果穿刺回头有血液 应该快速拔出 拔出针头 并且压迫止血 然后你再改变方向 重新传 重新传 因为你已经扎的位置不对了 已经把血管穿破了 穿破了 要赶紧加破止血 防止它会形成血肿 肌麻药毒性反应 是因为本身一个是咱们说 本身就是毒麻药本身 本身你可能在打入血管里头了 或者在血管周围量比较大了 都有可能会引起毒性反应 或者本身个人体脂 个人体脂 隔身经麻痹 你发生于什么 刚刚说的这个 必从的肌肩钩法和锁骨上法 这种上法都可以引起 隔身经麻痹 出现胸慢 出现气短 因为它本身隔身经 它是呼吸吸气 吸气的隔上 它呼吸就隔下降 这些用的 如果你隔肌的麻痹 呼吸上气 这些它补上了 那就可以以肺功能问题 出现气短 出现胸慢 这气不够用了 不够用了 必要是吸氧和腐 住呼吸 不是呼吸 因为隔脂属于呼吸机的一部分 呼吸机的一部分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 是需要呼吸机 需要这个呼吸机来收缩的 收缩的 你呼气的时候 可能是被动的 所以你现在 你呼吸机收缩不了了 收缩不了了 你隔肌上台不了了 上台不了 所以它会出现什么 出现呼吸困难 因为胸腔不能扩大了 不能扩大了 这已经气劲进不来了 所以呼吸困难 气短 胸慢 这个隔身经麻痹 是因为你用了肌肩钩法 把这个 或锁骨上法 把这个隔身经给麻痹了 声音撕压是 喉反神经的问题 喉反神经 普通的组织 引起的一个声音撕压 一般也鉴于肌肩钩法 或者锁骨上法 注射时 你看压力不要过大 药量不必过多 因为压力大 药量多 正好压迫到 这种压迫 局部压迫 就压迫到 喉反神经上了 引起声音撕压 高位 硬膜外组织 或者是什么 拳脊麻 你看就是你这个 这个方法 你一下打到什么了 打到硬膜外间隙 或者注射一下枪里头了 往下 这个药都进到那里面去了 那就够麻烦了 是吧 就引起硬膜外组织 而且位置多高 在进步 位置很高 高位的 或者是直接打到 脊髓腔里面了 造成拳脊麻 一旦发生拳脊麻 非常后果非常严重 后果非常严重 要立刻抢救 呼吸循环知识 因为它很快 呼吸到麻痹了 循环就血压就下降了 血压下降了 是吧 因为它会到脊髓里 都是 你只能打到脊髓了 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那什么 都是这个麻药了 所以整个脊髓都麻痹了 麻痹的神经都会阻止住了 所以阻止 那你最抢救什么 你最需要抢救 就是呼吸得让维持住 心跳得让维持住 所以要全脊麻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严重的 就是因为麻痹 要打到中央腔里面去了 那霍纳综合征 刚刚说的 霍纳综合征 咱们说了 你组织了 什么 紧交杆杆 这基尖勾法组织 是紧交杆杆杆 它受到了组织 所以它出现 同侧的这个瞳孔会缩小 眼裂会缩小 上碱会下垂 同侧的这个面部无汗 无汗 这是它的一个 就是霍纳综合征的一个特点 霍纳综合征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是吧 霍纳综合征 是吧 那是基尖勾法 你打了以后 你组织了一个紧交杆杆 这些就是咱们的一个 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的问题 因为菊麻药 菊麻药局部麻醉 应该是跟全身麻醉 都是同等重要的 因为是我们 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功 所以这些菊麻药的 这些菊麻药的 这些整体情况 都是大体上 我们掌握的比较多 是吧 除了一个定义以外 其他都是我们掌握的 那菊麻药毒性反应 如何预防 咱们刚刚说了 净从神经组织病发症 不同入路的 必从 必从的组织 特点 还有病发症 以及必从和净从 组织和操作 需要要领和注意事项 等等这些 我们都讲过了 为什么给大家出思考题 那就是刚刚那些 那些局部 当然后面来的 局部这个净从 必从这些 包括咱们讲的 毒性反应 包括高敏反应 等等这些 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所以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 让大家 就是把这个重点 再输理一下 再输理一下 以上呢 就关于这个 局部麻醉的一个内容 这局部麻醉内容 看除了定义以外 其他都是我们 要不熟悉 要不掌握的内容 什么叫熟悉 其实也跟掌握也差不多 不然跟掌握也差不多 所以这部分内容都是我们 大体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 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同时呢 尽量多做一些练习题 手机刷题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 就那一些电子版的 或者是纸板都没有问题 多做题 然后把措题 腾在措题本上 我已经不止一次去想 我记得讲导学课 我也讲过 是吧 就不止一次讲过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措题 腾在措题本上 这样的话 你才能有地方使 就是你有措题 不管你是蒙对的这个题 你至少也不会 原来你也不会 你是蒙的 那就腾在措题本上 就知识点没有掌握 而且要问自己 多问几个为什么 你拿出这个题来 你说这条题我选A 你得说出来 你为什么选A 对吧 你为什么不选BCD呢 为什么不选这些 后面的你要说出来 你要说出来了 那就没有知识点掌握了 如果没说出来 那就你这个知识点还不牢靠 然后也算错题 腾在措题本上 所以这个叫 学会怎么样去做题 怎么样去刷题 刷题